网传的憋气测试确实丁火 这待会测过没有 还真是没测过 那既然没测过 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准备 憋气 你看人的肺子 为什么哥你又管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 那憋这不难完成啊 结果憋着憋着憋着 真就憋不住了 其实我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憋不住了 然后我就真是硬挺了 使劲挺了 您试过这个测试吗 我试过 效果怎么样 我到不了臂 连孙老师都完不成 那是不是我这心 就可以放肚子里了 就是即使我没完成这个测试 也不能证明 我这个肺有问题啊 所以孙老师 这个能憋性 48秒就证明这个肺 是健康的 特别好的这个命题 它到底成立不 只成立一小部分 憋性是考验 我们什么方面的这个问题 它一般体现三方面功能 第一个是肺的通气和换气能力 第二个是以心脏的跳动 为主要动力的循环能力 第三个是以脑和心脏 特别敏感的 对缺氧特别敏感的 这样的重要的脏器 它耐氧的能力 其实三方面能力中和的 孙老师 那这个测试 我感觉怎么 有点像咱小时候 做的那个肺活量测试呢 它的肺活量测试是一样的不 不太一样 肺活量测试呢 它只针对我刚才讲的 肺功能当中的通气功能 憋气实验 我们叫病气实验 是我们粗略评价心肺 整体功能的一个简易方法 单纯的病气实验 或者憋气实验 还不能非常准确地反映 肺功能的情况 那么如何精确地 去评价肺功能呢 这个需要到医院去 我们有专门的肺功能的 这个检查项目 那么当怀疑肺内有疾病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做CT等检查 来明确肺部是否有问题 这样的检查做下来 才能可能精确地 会评价肺功能的问题 憋气实验 为什么会火爆朋友圈呢 其实它还有另一种 这个说法是比较 我感觉是有点吸引眼球的说法 说这个憋气时间长 它抵抗病毒的能力会越强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 说抵抗病毒能力强 其实很大方面是在考验我们每个人的抗病能力 或者用我们的话讲叫免疫力 但是B7实验说我达标了并不代表你一定免疫力很强 我刚才讲了它是一个混合性的一个功能测试 那真正的抗病毒的话 那其实还要是靠你体的非常好的一个体质 一个很好的免疫状态 甚至包括营养状态 还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做事的这个过程可挺早贵 很多朋友说给自己差点送走 咱是不是平常在生活当中不能老做这轻易的尝试 对了 是这样 说摒弃实验理论上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有些朋友可能做完之后会有头昏年花 甚至晕厥的感觉 实际上就是脑发痒给你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紧张 说要不行了赶紧的 所以说这个摒弃实验被把它当成一个锻炼方法 好 好